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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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本日今天帶你來看 位於萬城M27Swington的新盤 發展商是Alan Home 發展項目就是Beachfield 這裡就是地盤的位置 工人如火如荼的興建 看一看外面這條路 外面就是繁忙的Warsley Road 前面有個巴士站 很近 前面有一點 乘巴士可以去到Trafford Center 看來這邊 一路往前 去Motorway 是很近的 三分鐘就去Motorway那邊 上到Motorway 駕駛去哪裏都很方便 Swington這個位置 也叫做幾近市中心 所以如果駕駛出市中心 其實只是十多分鐘 這裏的購物是怎樣 這邊這條路 現在有輛車轉出來 駕駛上去一路 就可以去到Swington Square 駕駛過去也是三分鐘 M27有另一個盤 Brickens 左前面那裏 在那邊 就是Bellway那邊的新盤 帶你 看看裡面的環境 地盤狀況 這個盤 還未有 但早兩天 才剛發售 他看到自己都起到差不多了 你見這間房子 整個型都已經整了出來 所以他就開賣了 現在開賣 只有兩個三房的房子 整個盤 其實房子 不是很多 但是有三至五房的單位 如果五房 只有兩間房子 是五房 現在發售的是三層三房的兩間房子 那Alan Home 是 什麼發展商呢 Alan Home 都不小 如果你去網站看 其實他都發展了很多盤 如果說比較近些的位置 在Midleton M24 那個盤 已經賣光了 看看他們這個 工人開工的情況 做得如火如露 那Swington 那Swington是一個什麼區 Swington是一個住宅區 比較多的地方 一個有少少樸素 多住宅區 生活 住屋 挺不錯的一個地方 而他出市中心 也挺方便 那我就帶你們去Swington Square 看看 一個Swington 個個都會去購物的地方 是怎樣 好 那來到Swington Square Astar超市 一間大超市 Astar的那邊 還有另外兩間大超市 一間Morrisons 還有一間Audi 那這裏有三間超市 最賣了在這裏 那另外還有B&M 就是B&Q的便宜版 那這裏就是Swington Square的位置 感覺很舒服 所以為甚麼 那麼多人喜歡選擇Swington這個地方 因為Swington 這裏就是一個 挺適合 我覺得 住屋 安靜 又方便少少的一個地區 那這裏買東西方便 那他去市中心 又都快 走剛才那個位置 十幾分鐘 開車就去到市中心 那所以那個 挺放鬆的 那再走前一點 這個Swington Square 你會看到 那些人很悠閒地坐在這裏 那這裏有些老人家 這個示範 挺舒服的 坐在Swington這裏 那裏 那裏的屋 又不是說貴 都可以找到一些不錯的東西 那無論是新盤 二手盤 都可以找我們幫忙的 好了 那賭空物業呢 帶你來看這個盤 嗨 多喜歡 他們 那賭空物業呢 今天帶你來看這個盤 那就看到這裏了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找盤 無論在哪裏 新盤、二手盤 都可以找我們幫忙的 多謝大家收看 MING PAO CANADA